第六章 在各樣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 我們與上帝同工的也勸你們 不可屠受他的恩典 因為他說 在越納的時候我應運了你 在拯救的日子我答救了你 看呀現在正是越納的時候 以後現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我們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礙 免得這職份被人委託 反倒在各樣的事上表明自己是上帝的用人 就如在許多的忍耐、患難、窮佛、困苦、鞭打、監禁、擾亂、勤奴、 警醒、不食、廉潔、知識、行忍、欣慈、聖靈的感化、無偽的愛心、真實的道理、上帝的大能、人意的兵器在左在右、榮耀、羞辱、惡名、美名、 此乎是誘惑人的 卻是誠實的 此乎不為人所知 卻是人所共知的 此乎要死 卻是活著的 此乎受責佛 卻是不致喪命的 此乎憂愁 卻是常常快樂的 此乎貧窮 卻是叫許多人付足的 此乎一無所有 卻是樣樣都有的 哥林多人啊 我們向你們 口是張開的 心是寬宏的 你們狹窄 原不在乎我們 是在乎自己的心場狹窄 你們也要照樣用寬宏的心報答我 我者說 正像對自己的孩子說的 不可與惡相交 你們和不信的 緣不相配 不要同負一握 義和不義 有什麼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麼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麼相和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麼相交呢? 上帝的殿和偶像 有什麼相同呢? 因為我們是永生上帝的殿 就如上帝曾說 我要在他們中間居住 在他們中間來往 我要作他們的上帝 他們要作我的子民 又說 你們無要從他們中間出來 與他們分別 不要沾不潔淨的物 我就收納你們 我要作你們的父 你們要作我的兒女 這是全能的主說的